我要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拍摄写字影片 大家好 我今天不写字 而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拍摄写字影片 而且不会挡住视线 有好多朋友留言问我 我的摄影镜头到底放在哪里 是手拿着拍吗 还是放在胸前 或者是用Google的微型摄影机夹在我的眼镜上 竟然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把GoPro绑在额头上 不要这么专业好吗 其实我的工具都超简单超阳春的 而且随手可得 就是只要准备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摄影机 另外一个就是电稿5 那摄影机呢我是只用手机 我个人的手机是用iPhone 8 Plus 它内建的摄影功能在近拍的部分还算蛮清楚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手机 大约在20公分的距离拍摄下 它的清晰度是不是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且现在很多厂牌的手机摄影功能其实都还蛮强的 就不一定要用专业的摄影机来拍了 那电稿物的部分呢 你只要准备类似像几本书 或是花瓶罐子 杯子 这类在上方比较平整 而且比较稳固的东西就可以了 就是让你的手机不会掉落就可以了 那手机该怎么摆放呢 这是很多朋友问我的问题 我今天就教大家两种比较不会遮蔽住视线的摄影方法 你若是要拍横四或者是正方形的影片 比如说YouTube那样子横四的16比9的影片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被摄影的字的左边 光线跟焦距要先调整好 但你要注意你的画面是要朝上的 单路颠倒了 其实在后置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反转的 你若是要拍直视或者是正方形的影片 那也可以放在你要被摄影的字的前面 也是要注意你的画面是要朝前的 这边就是手机要放在什么位置的方法 那另外在后置剪辑啊 我比较常用的是小影的APP 它里面有一些特效或转场之类的功能 其实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那小影它有免费也有付费的 免费的你可能就是要忍受一些广告 或者是它有一些特效是有限制的 那你也可以使用惯用的剪辑APP 那软体其实都是熟悉的 我觉得就应该就很好用了 很多太花俏的特效啊 在写字影片里面好像其实用不太到 另外我在拍长影片或是MV歌词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是使用翻拍架来做斜拍的 觉得斜拍的那个画面比较唯美一点 那镜头的摆放我大概就是会把它架在我左手边 比较偏低的位置往上拍 那翻拍架呢 我其实个人也只只有使用过两款 那画面中的这款是我第一个用的翻拍架 可是呢上个月被我弄断了 后来呢 后来我又买了现在的这一款 它可以上下左右的调整 在手机甲也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扭转 只是因为我的桌面空间实在很有限 我也常常要扭好久才会瞧到我想要的角度 今天这一集就是我个人的摄影工具跟方法 希望有帮到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 谢谢大家拜拜